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盡雨 今天是2023年10月8日 星期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一下最新的風暴消息 拍攝短片的時間正在掛8號風球 不過有機會掛更高的風球 突然之間小犬發威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說說香港各大市面的情況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狂盡雨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一節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颱風小犬 估計今晚天文台以南約摩70公里略過 將會評估需不需要掛更高的風球 報導的留言提到天文台在今天10月8日中午12時40分發出8號風球 按照現在的預測路徑 預測這個小犬會今晚在天文台以南約摩70公里左右略過 天文台表示 若果小犬維持現在的強度 它的颶風區預料會今晚頗為接近香港南面的海域 該區的風力可能會再進一步增強 天文台會視乎本地的風力變化 評估是否需要改發更高的熱帶氣旋警告訊號 下午1時 颱風小犬集結在天文台之東南偏南 約90公里 中心附近最高的持續風速 每個小時145公里 天文台表示 受小犬影響 本港離岸多處吹烈風 高地間中吹暴風 小犬會今晚最接近本港 在香港天文台以南約摩70公里左右略過 天文台表示 若果小犬維持現在的強度 它的颶風區預料在今晚頗為接近香港南面的海域 該區風力可能會再進一步增強 另外和小犬相關的強雨帶 正由東面接近本港 預料今天 明天 兩日本港 都會有狂風大驟雨 以上自錄於HK01的最新報道 天文台就說明 有機會改發更高的訊號 另一邊需要留意 所謂的南邊 之前礦者也提過 將軍澳區的網友要多加留意 當今晚這個小犬的颱風是接近香港之時 將軍澳有機會是最大風 最大雨 各位網友多加留心 這個風來得很急 突然之間轉彎 結果很多人都猜不到今天會無緣無故掛8號 連B箱甚至掛8號以上更高的風球 都是令人關注 加因今天是星期日 若然掛更高的風球 會不會影響明天上班上學的安排 還要密切跟進 另外亦都說說市面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道 市民趁著8號風球前 到街市選購食物 賽檔就說會根菜 貴了1至2元 報導的留言提到 小犬集港 天文台今天下午掛8號風球 不少市民今早到街市準備今天的食材 記者先後到樂富街市和九龍城街市是視察的 都有市民到場買食材 樂富街市的客人比較多 但有不少市民指 未有因為打風而準備較多的食材 在賽檔工作的李先生就說 受台風的影響 蔬菜的零售價會更貴1至2元 蔬菜的零售價加幅也不算太大 希望可以薄利多銷增加生意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問問各位網友可能更快 各位網友各區的街市行情又如何 不妨留言說說 因為今天突然之間打風 據報市面賽價沒有特別貴 不妨留言說明天都未知道會否繼續打風 所以各位網友都要多加注意好 留意買夠相關的份量 不需要多的,夠就可以了 另外也說說李漁門的情況 嚴陣以待 根據HK01的報道 8號風球生效 李漁門店鋪是對沙包 小巷是撤水閘,嚴陣以待 報道幾久就提到了 好了,說今天這個風小小巷 將會在香港以南 任何一百公里內 以強風的程度略過 颱風水浸黑點 李漁門計超強颱風 蘇拉過後 再次面臨水浸危機 HK01的記者 今天下午到李漁門一帶視察 李漁門繼續持續落雨 有店鋪已經堆起沙包 門口和小巷也設有水閘 康民署也宣布 李漁門體育館已經用作臨時庇護中心 認證開放給有需要的市民使用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李漁門的水浸情況每次都很嚴重 唐橫花村有得廢 現場記者看到已經切了防水閘 對沙包 希望能夠若然真的不幸 水浸的話 都能夠盡力減低損失 另外也說說這宗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天水圍32歲的男子 去廁所的時間遇劫受傷 不見了勞力士手錶 警方正在追查兩名賊人的下落 報導的留言提到 天水圍發生行劫案 在昨天10月7號晚上10時多 一名32歲的男子前往平下路近路 天停車場 一個公廁裡如廁 期間遇到兩名賊人 用花盆襲擊 並劫走了其中一隻手錶 得手過後逃去無蹤 事主頭部受傷 由朋友代為報警 清醒被送往屯門醫院治理 警員接報到場 曾經初步調查案件列作行劫 正在追查兩名非華裔男子 年齡介乎20至30歲 據了解案中手錶是勞力士 價值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呼籲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去廁所的時間被人偷襲 真是沒有仇報 這個32歲的男子 去廁所的時間遇劫 結果不見了勞力士手錶 有關的損失 還要有待計算 正在追查兩名非華裔男子 另外也講講這宗熱話 跟盧密雪有關 加一盧密雪 到中招 就收到一些詐騙的短訊 要求他付隧道費 他就說 我都沒有開車兩年 網友回應 近來一日收兩次 報導的內文提到 盧密雪在Facebook專頁發帖文 分享一個電話的信息截圖 話說顯示這個信息的名字 跟運輸署旗下的不停車繳費系統的二通行 英文名字相似 信息內容就說 電話尾號6564的用戶 上個月5號使用隧道的時間 隧道自助繳費未成功轉帳 即將面臨罰款 要求用戶按進指定連結 以儘快完成繳費程序 證明的盧密雪一看就知道 釋穿了是騙圖模型官方機構的詐騙信息 直言我都沒有開車兩年 難道乘巴士過海 隧道費都要我給的 他笑言 騙圖詐騙手法與時並進 就說 除了速遞和入境處 終於又有新東西 網友看完貼文過後 紛紛有共鳴 表示曾經收過大量類似的信息 就說我沒有車牌 沒有車都收到 亦有網友慨嘆電話卡實名制 實施過後 詐騙電話和訊息從來沒有減少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盧密雪都收到這個詐騙的訊息 當然聰明 阿雪雪BB當然不中招 寫了上網 提醒大家 一來了解近期的騙案的新手法 令B商很多網友都說 沒有駕駛也一樣收到 基本上就駁你按入連結 再拿你的資料 另外亦都說說這個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恨花村直擊 有人風暴前夕 下街踢球 居民就說 今次的小犬 較Soul9的強度更加厲害 報道的內文提到 颱風小犬集港 現在八號風球 升到頭條的記者到恨花村直擊 現場風勢猛烈 樹木被吹到左搖右擺 海面不時勇起白頭浪 颱風天附近的球場 仍然有人 風雨不改 踢球 亦都有人去海邊感受風力 有恨花村的居民益術 上個月颱風 今次懸掛八號風球的時間 已經大風大雨 認為小犬更加強勁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居民認為小犬 較Soul9更加厲害 上次Soul9 全國政府 跨部門開記者招待會 說怎樣應對 最後感覺上非常平靜度過 今次到小犬 不知道小犬今次會帶來幾大的影響與破壞 看就看不好 因為原本沒有預渠這麼厲害 突然之間八號 甚至有機會掛更高的風球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